觀眾票選TOP20 從配樂來看電影 然後曹停心又跟著她共鳴 哈囉 大家好 8秒鐘到好配樂 我們是A-B-Mupi 我是 Amber 我是F Charity 現在2020台北電影節 正在如火如荼的放映當中 F Charity你有買到票嗎 有 我差全今年的經典系列 可是被 ecosystems 只有剛才難買 每買到票的觀眾也沒關係 我們今天一起來看 觀眾票選Top20的其中10支影片 我們當然不可能在這短短的影片當中把這10支全部都放映完 所以我挑選了精華中的精華 也就是預告片的方式 來大家一起從配樂來看電影 話不多說,我們開始吧 第一部影片是今年台北電影前的開幕片《無聲》 導演是柯真年導演 我覺得這一幕還蠻有特色的 是因為他用了一些不和諧的陰沉 就會讓你覺得說 這裡好像什麼事情是潛藏的 要發生的感覺 然後這邊進入了比較緊湊的電影畫面的時候就會聽到一些打擊的聲音 然後加速那個節奏 我覺得這頂夜段非常有張力 而且你看他的聲音音效設計跟他的音樂其實是有搭到的 剛剛有聽到他的水聲啊打擊或者是撞擊聲音 又跟他的音樂是融合在一起的 就是你看這支預告片都知道他是在講一個 青少年學生在發生的事情 那他用同聲來作為主題曲 或者是這支預告片的 就是這一開始的比基尼 就是其實我們在配樂的時候 就會把最重要的部分 都放在第一段裡面 那第一段就會帶出後面的主題曲 所以我覺得這支預告片的配樂做得真的很好 看了就很想要趕快去看 聽說他賣票賣得很快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買到 好那現在我們進入第二支 第二支我們要看的是男人與他的海 這是一個紀錄片 然後是黃家俊導演的作品 曾經我的船隻被樹青蛇 這邊你可以看到他用的是海洋的畫面 然後可以聽到他背景的聲音 其實是 沒有人要相信 冥響的音樂會用到的就是比較空曠的聲音 就是說這個橋的 剛才海洋的時候 然後現在進入這種 說明這個海島 他還講說這個海洋太危險 然後就其實音樂也跟著有換 變成是比較有節奏感 這邊蠻有趣 他是用比較傳統的樂器 像中漢 然後他又結合了一下比較節奏 就是節奏的感覺 他其實有一間電子 像這個 就是有一點電子樂 會用到的一些節奏元素 就是結合現代語傳統的感覺 好現在又進入了第三種配樂 在這種短短的預告片裡面 然後可以聽到他 現在沒有剛才的那一些節奏的元素 變成是一個比較長的樂劇 剛剛那樣比較偏小調性的旋律 吉他的旋律 就是會讓人家感覺比較緊張一點 跟前面那一段又不太一樣 因為剛剛的畫面是屬於 就是要航海到比較激烈的片團 跳下去 就是你就不見了 他是坐在樓梯上面 你說我們不要走 你說這個是那個聲響 對 所以聽聲音就 哇聲響出現了 就是比較Local 然後很貼近土地的一種元素在裡面 所以他這邊就講到了海盜 然後講到了台灣海洋 這樣子 這是台灣的音樂的一塊會議 講到很熟 真的很喜歡他耶 我覺得畫面真的是蠻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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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其實又回到就是 民謠啊 或者是更傳統的 相側味 這其實就是非常符合 就是台灣這個調性 就是 土地 跟他的那種連結 寶島 OK 好詞窮喔 進入第三支影片 這個是經典的片子 現代啟事錄 Apocalypse Now 好 這一個呢 是Francis Ford Coppola 導演的作品 然後他在當年有錄 有得到奧斯塔最強的 魂鷹的獎項 然後他也是因史上 第一個採用四聲道 這樣子的方式來做魂鷹的電影 但其實是個老片 然後我其實是蠻喜歡電影裡面 因為出現那種 古典的交場樂團的那種聲音 然後他就搭上那種炎 炎彈啊 煙火 就整個就是很壯烈的感覺 很明顯 非常明顯 他在此 在此 你會被人家的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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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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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the end Horror My only friend The end Horror 我其實覺得他最後面這一段 畫面的剪接跟音樂的速度配合得非常的好 我覺得這很有趣 從三個部分講 一開始是聽到小提琴 那其實我聽到他們的快速的弦樂 那他跟後面的直升機的頻率其實有點相近 就是直升機的 然後小提琴又跟著他共鳴 所以我覺得他其實有把頻率考慮進去 那可能不是寫配語的時候就這樣子寫 到是剛好預告片的時候又把它湊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非常有趣 那第二段的話就是在 有一個像男生自己在solo讀唱的部分 那那部分配的畫面又剛好是 比較近的部分 那第三段又回到了戰場 可是他這次沒有用第一段的那種 小喇叭的 交響的感覺 他是使用 就是有點像搖滾樂團 他是把第二首就是比較輕柔的部分 拿來的後面的C段又把它拿進來 可是他不會讓你覺得他非常突兀 他是串在一起的 我會相信他是就是一首歌本來就是 直慢然後突然快然後慢 他不是就是我剪A段 然後再C段再把它剪下 我會覺得他是非常有連關性的 那最後再回到尾聲 就是又回到比較清淡 單獨的那一部分 所以那片好神喔 好神 他的配樂跟剪輯配合得非常的好 好 第四支片 大家應該有認得就是蛙 這個叫做配配蛙 感覺不錯啊 他的導演是Arthur Jones的作品 他是一個紀錄片 然後他把他的衣服都拉到 去睡 褲子和衣服 似乎是覺得很不錯 所以我希望在那裡製作電影 感覺很不錯 他非常ч要像 那就是我們 我 proprio想想想出發生了 就能畫一個畫面 然後插發 然後你想要看 肯定 我一直看就覺得,所以你是要我聽音樂嗎? 就跟他講話 好,我就一直在抱怨 然後回到這支影片啊 他後來又就是一個 剛剛有一個藍色的過場,我覺得超酷的 那其實我就會覺得這支的音樂有點像是在幫他做音效 就是音效式音樂 音效式的 對,然後有一個 剛剛好像是掃描那個稿件 然後就配上了一個,咯咯咯咯上去的聲音這樣 很酷 下一個呢,是瑪莎莎蒂 那這也是一個美國導演的作品 是Alexandra Kolchev跟Hanna Lader導演 哦,那是你的父母嗎? 那是我的父母 你可以用你的媽媽的衣服嗎? 我已經接受了 哦 我已經在垃圾桿 我想,我可以來不去的感覺 什麼事發生在這裡,就跟我來不去的感覺 我們很喜歡的朋友 就是比較流行 嗯 對 可是我覺得跟她的痛調很合啊 你看這女的就很像 很像是那種太玩耀的音樂團那種 或者是太課藥的那種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音樂是流行的很搭 而且她這個音樂的節奏 配合影片裡面人物的動作 都是很合的 就是她可能剛好在第三拍 然後人物舉起手 類似這種都搭配得很好 對,所以看得出來她對剪輯上一定花很多時間在上面 而且你聽到她的節奏就會想要跟著動 就是其實是這個音樂她本身給人家的感覺 你就會覺得這支電影也是非常節奏感 而且是很愉悅的電影 喜歡 來 好 大家好,我是AV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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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